天气冷收收 邀约三五好友来吃火锅也是一种享受 位在林口地区就一家结合中式残风的火锅店 抢出了所谓的健康养生概念的食材料理 就连新北市议员蔡淑君在吃过之后也非常的推崇 位在林口文化一路上的这间火锅店 市营运前就受到地方集民来推崇 业者表示在台北品味到这好吃的火锅料理之后 便决定要将它引进到林口 让乡亲们能够就近品尝 经过享用以后觉得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我经常就带好朋友都来这边饮用 后来我想我们林口地区就缺少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属于精致贪污物的一个店 我就跟表妹昌娘 所以我们经过半年的筹划 我们就在林口地区找到一个这样适合的地点 然后把我们整个总店的这个设计啦 筹划啦整个原生原味的互制到我们林口地区来 从台北店吃到林口店 那很开心是在台北吃到上瘾之后呢 一直拜托恳求贵求老板 然后到林口来开一个二店 那好不容易呢 整个二店呢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已经完成了 进入店内中式禅风的装潢 使人不经意的静下心来 期待着品味美食 入桌后桌上的菜单 有如帝王批乐的奏折 让人倍感尊贵 汤底部分最受推荐的 有茄红美人汤 玉扇麻辣汤 牛奶金里汤 第一我们的汤底全部都是用天然的蔬果去熬制 长时间熬制 而且我们完全是无味精 这个很重要 我们是无味精餐厅 而且我们的汤底里面完全没有用动物的骨头去熬制 所以它非常的养生 非常的健康 而且低普林 所以有任何痛风的朋友都可以来去应用它 那我最喜欢吃的锅物呢 就是它的牛奶锅 因为呢牛奶怎么煮 就是牛奶的那个香浓的味道 而且非常非常的让你觉得非常顺口 尤其在最后呢 再把白饭煮成稀饭的时候 就觉得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满足的感觉 那另外麻辣锅也是我的最爱 但是麻辣锅的特性 你一定要先煮肉片 然后之后才下青菜 这样子才不会吃到油腻的感觉 它一路上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是 通常在其他的店吃火锅 在加汤的时候一定是给你加清汤 或是加高汤 但在这个地方呢 你点什么锅 就是把你加原汁原味的汤头 会让你真的再一次的觉得物超所自 以消费者健康为主要诉求 汤头油天然食材长时间熬煮 既不用大骨也不添加味精 省用天然蔬果熬煮而成的美味汤头 对筋骨不好有痛风的消费者也相当适合 大家好在市营域的期间呢 三月底之前呢 那我们在养性店全面呢 都是九十的优惠 包括脸书打卡啦 加入LINE的部分 以及生日礼 全部都会有 令人惊喜的小礼物在等待着大家 希望大家前来养性店品尝精致果物 业者表示 市营域期间有许多的优惠好看 欢迎想要品尝美味健康的火锅料理 不妨前来享受高贵不贵的好味道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